社會福利署小攬綜合康復服務大樓 今個月下旬開始分階段提供服務 社會福利署在前小攬醫院原址 設立小攬綜合康復服務大樓 可用樓面面積接近42,000平方米 大樓低座由香港耀能協會營運 有26間三人或六人房 被150位嚴重肢體傷殘人士 和中度智障人士入住 院友也可以到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進行一間訓練 大樓高座的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由東華三院負責 有34間四人或六人房 被200人入住 同座的長期護理院則有新生精神福康會營運 有50間白人房 將服務400名需要長期住院 有精神病背景的復原人士 長期護理院有互動空間 會定期舉辦各種藝術工作坊 讓院友鍛鍛鍊專注力 亦都有各種儀器讓他們鍛鍊手部和腳部肌肉 大樓內有7個服務單位 總共有1710個服務名額 包括1150個住宿照顧名額和560個日間訓練和職業康復服務名額 其中輪候入住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時間最短 最多等兩年 輪候隊伍比較長的是中度和嚴重智障人士 分別等了7年和8年 社會福利署預計 大樓明年第一季可以提供全面服務 無線電視記者黃子瑜報導